秦始皇帝陵 K9901陪葬坑位于秦始皇帝陵陵园的东南部 总面积约800平方米 K9901陪葬坑历经两次发掘出土陶俑30余建 其造型风格独特与秦兵马俑截然不同 被称为百戏俑 7月20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发布秦陵 K9901陪葬坑出土的4号 28号百戏俑最新研究成果 活动当天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修复师马俞在现场讲解陶俑修复过程 据介绍在对出土陶片初步拼队后 修复师们发现28号陶俑与其他秦陵出土的陶俑姿态都不一样 由于其体型特殊修复难度较大 修复师们历时9个月才完成28号百戏俑的修复工作 其实这个28号有的一个难点就是 我们在考虑到它这个动作 我们用怎样的方法把它展示出来 就是选择一个怎样的支架把它能展示的更加完整更加完美一点 这个它的内部的变化也比较多 就是内部有很多的裂隙 我们要进行一个处理 还有内部一个补权 这是我们都要处理的一个工作 据了解四号勇士K9901陪葬坑 以发掘出土的秦代陶俑中 保留秦代艺术信息较多的一件艺术精品 也是目前发掘百戏俑中残存彩绘最好的一件文物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副院长周平告诉记者 秦汉时期一般只有精美文样的面料多维丝绸 且中原地区暂未有棉 棉织物上也显见有制造文样 考虑到百戏俑表演的特殊性 分析丝绸面料的可能性最大 因此博物院工作人员对照四号勇不同部位 使用提花机制造 索绣针法等方式 对其身上的精美彩绘进行了图案材质还原 周平在现场较为完整的展示了四号百戏俑 身着服饰的基本原貌 那么这次我们不仅是把它作为一个检测分析研究 把它做出来之后 我们更多的是想把我们的科研成果进行活化 利用进行展示 让更多的这个普通的老百姓知道 就说这些彩绘的俑它实际上是表现的 不管是兵马俑还是我们说的百戏俑 它包括还有我们的文官俑 那么这些所有的俑 它身上的这些彩绘 都是展示是秦代的服饰 据悉百戏是古代乐舞杂技表演的总称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这种经济类的杂技项目就已经逐渐形成 至秦代百戏登上秦宫廷大雅之堂 是秦代宫廷娱乐的主要方式之一 百戏俑的出土揭示了秦代陶俑的新类别 也展示出了秦代多彩斑斓的杂技世界 周平表示 科研成果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数字符号 图表或成分上面 应当将成果与现代社会融合 开展文物信息的采集 分析利用和活化工作 让文物的研究成果可以通过服饰 演出等方式与民众见面 让老百姓能够直白的了解亲人的服饰 了解亲人的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